這四個案子,我剛才跟臺下也跟理廖委員,大家就案外一下意見 那把整個這個四個案,改為一個案子 也就是說,三個案,什麼四個案 還有第三個案也是一樣 第三個案 好 好啦 對於法務部,前面這個頭就照這個頭 從法務部一百年度預算之一般行政公片列多少 其中辦理檢查行政業務六千七百萬,六千七百七十萬部分 要求法務部應該一半年內提出積壓制度及偵查品質 改善方案 其對習俗訴訟法有關於法務部有關的部分 提出專案報告 或使得動之 對,先動四分之一 這前面的這些,就是動四分之一 你要做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內容就是講有關於政調不公開的部分 以及政調品質改善方案 以及詢數訴訟法案裡面有和法務部有關的事項 這個專案報告 報告後,同有使得動之 做如是修改 不知道各位 你們弄不出來 這些做官的大家都有一套 你不來嗎 你叫那個盆參事 他馬上講得當上口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基本要求 大家來委員會 大家討論一下,沒有什麼大不了 預算給你凍結 不代表一定會解凍的,你放心 不會讓你說 A5沒有辦法辦下去 這個也是 還效果 要我們一個核心價值而已 尊重柯委員的發言 那我們是不是請